各位观众听众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18年9月3号星期一 昨天刚谈到发生在湖南省磊阳市 家长抗议教育不公 抗议当地政府违法违宪 剥夺学生接受义务教育 上公立学校的权利 强制奋留他们 安排他们去所谓民办学校私立学校 其实这些私立学校背后 有关商勾结权钱交易的重大腐败嫌疑 那么这件事情是相当轰动 而中共的人民日报新华社等主要的党媒不予报道 那么今天实际上要谈到另外一件 跟教育相关的大事情 也是近两天发生的 就9月1号中国的新学期开学第一天 中共的中央电视台在它的黄金时段 播出一个节目叫开学第一天 对广大的学生 中小学生和家长要求他们收看 实际上这个要求 在8月22号就由中共的教育部发出 发出给各个学校 各个学校也发给家长 要求不仅要求中小学生都收看这个节目 而且要求家长陪同学生收看 这个说是开学第一天 主要宣传的内容是中央电视台要宣传的内容是政治教育 就是什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以及十九大精神 什么爱党爱国等等 政治教育政治洗脑 结果本身这个通知发出就引起了全国家长的反感 因为这是强人所难强加意志 让这个家长觉得是这个 就是中共当局是应赖政治灌输 本来家长不满 但是当局呢要求学校作为家庭作业 说这个学校各个学校要求 说是要上传相片 要看出这个家长跟学生在一起观看 收看这个节目的相片 作为这个学生的第一个作业 学校布置的作业 出于这个这个家长无奈 只好呢就陪同孩子观看这个节目 就决一号晚上黄金时段 中央电视台这个节目 结果观看之后却大倒胃口 这个中央电视台这个节目八点开始 先是播了长达十五分钟的商业广告 各种各样的广告相及登场 其中还有各种各样的培训机构的广告 培训机构本来这个就是家长和学生吐槽的一个重点 前些年中共当局也表示 说这些要减轻学生的负担 这些培训机构商业机构给学生宣传 他们的这个课外培训的东西 加重学生的负担 本来就不合适 而且加在这个商业广告中 给狂轰乱炸对这些家长 说家长看了是这个非常的不满 非常生气 说是好不容易坐到电视机前 又来播这个商业广告 硬着头皮要去看商业广告十五分钟 看完了节目终于登场了 所以这个由教育部 由中共的教育部和中央电视台联合制作的开学 第一天的节目终于登场了 登场了开始政治洗脑了 结果官长又有这些其中的一些镜头 又让这个家长感到非常的心理不实 比如说其中用了一个是娘娘腔的 看上去很像同性恋的这么一个青年男子 在给大家做这个宣传 就说国内网友有一个词叫娘炮 说是娘炮型的这么一个人 所以娘炮是来自于据说来自于台湾的一个电视剧 形容那些年轻男性过于的阴柔 女性化 娘娘腔 娘娘性格 小鲜肉 这样一个形象 家长就觉得让这样的娘娘腔 娘炮型的小鲜肉出现在这里给给中小学学生做引导 非常不合适 观感非常不好 因为现在这个国内说是性别方面的非常敏感 让人产生很多联想 比如说关于同性恋的联想等等 所以这个家长对这个这样一个安排也是非常的反感 结果更反感的东西来了 就是这个香港的武打明星电影演员成龙出现了 给家长宣传什么教育 要家长孩子 什么为国家 为民主 为自己要做点有意义的事情 还做一些鬼脸 说完话 要做个鬼脸 戴个大黑框眼镜 这个家长可以说是不满达到极点 极度的反感 怨声载道 因为成龙这个人虽然是武打明星 但是他在香港 台湾都名声不佳 在香港台湾名声不佳 在中国大陆 勉强受到官方的力挺 因为他表现所谓爱国 实际就是爱党 处处跟共产党表现一致 所谓是爱党 所以被共产党选为什么政协委员等等 但是中国的家长都清楚 现在是互联网时的都清楚 成龙自己的事情 就是这个人私德不佳 品行不端 家教一塌糊涂 自己经常婚外情 不断的婚外情 整个一生中 而且有私生女 他这么富有 赚那么多的钱 却不去拒绝抚养他的私生女 这个私生女是独自成长成人 另外他自己的儿子 由于家教不严 吸毒 走上吸毒这部一个不归路 多次被警方去拘留 在中国内地也是被公安拘留 成为轰动一时的丑闻 搞得成龙经常从国外奔回去救儿子 身内居下的 所以就这么一个人连自己的私生女不管 私生女不抚养 儿子来不教 按照中共党籍说的叫什么呢 私管私教 对自己的私女 就这么一个人居然来做一个教育的楷模 来对家长 对中国的家长来开导 那中国家长怎么想 难道我们中国家长都要像成龙那样当家长吗 然后去发展红外情 发展私生女 然后不抚养 然后自己的儿子去吸毒吗 说家长一听了就几乎要甩板凳了 气了要命 所以这个节目一播出 可以说全国这个中小学家长是一片骂声 一片抱怨 结果中央电视台有一个人还出来 有一个叫做据说是娱乐制片人 叫什么是王雅 王雅科的人 这个人跑出来骂家长 说15分钟的广告 13分钟的广告算长吗 他说13分钟 家长认为是15分钟 说那个算长吗 说你们看手机的时候 让孩子玩游戏 等待你们看手机的时候 才13分钟吗 那你们去那个迪士尼 要孩子等那个玩过山车 排队一个小时 那算长吗 说现在就抱怨长了 他骂家长 好像骂家长这个不识台诀 结果激起了全国家长 进一步的愤怒 纷纷在网络上发表这个言论 最后搞得中央电视台 CCTV下不了台 下不了台 被迫出来道歉 道歉说 在开学第一天安排的商业广告不合适 向家长表示所谓诚挚的道歉 实际上这个道歉是 有多诚不诚恳 他们自己知道 其实中央电视台名声不佳 自己修了个大裤衩的形象 大裤衩的建筑 其实当时的这个设计师建筑 就是他们的嘲讽 中央电视台的这个女主持人 男主持人 都是丑闻不断 女主持人陪这个什么高官 政治局委员 政治局常委上床 什么周永康 薄熙来 这些都有传闻 习才后 这个然后男主持人 又陪高官的夫人上床 像这个瑞承刚 号称睡过是部长级以上的高官 夫人20多个 包括这个中办主任令计划的老婆 古丽萍说就这么一个CCTV的形象 被民间戏称为CCAV 就是说是AV片的这么一个制作 居然制作了这么一个开学第一滩 来教育广大的中小学生和家长 不知道他们要把家长和学生往哪里带 实际上就是在开学第一天 9月1号 中央电视台恶搞了全国的学生和家长 但是说恶搞学生家长 其实回过头来是恶搞习近平 因为这个课题叫宣传习近平新思想 宣传十九大精神 宣传所谓的爱党爱革 什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都是习近平提出来的 但是经过中央电视台这么一番恶搞 恶搞了家长和学生 反过来这些家长学生的极度反感之后 反过来恶搞了习近平 让习近平的宣传无效 所以这个恶搞 而且可以看出其中有高级黑的成分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中央电视台缺钱吗 他不缺钱 他真的有必要在开学第一天这么一个节目中 就加入这么多广告来赚钱吗 不见得是因为钱的原因 更可能的是 编导本身就有别的用心 又做了别的考虑 就是要来一把高级黑 你要搞这个宣传吗 要搞这个开学第一天 我就想办法怎么激起学生和家长的不满 让他们愤怒 让他们怨声哉悼 最后的结果是火烧向 党中央烧向习近平 这是一个高级黑 那么说到高级黑 其实九月三号的人民日报 那是典型的高级黑 九月三号所谓中非合作论坛 峰会在北京召开了 三号四号召开 习近平发表主旨演讲等等 结果人民日报 这个纸版的人民日报 头版出现了一个戏剧性的一个布置 全部是习近平的名字 从头到下 就像扑克牌一样的落泪在那里 左边一行重标题叫 部分非洲国家领导人和国际组织负责人 右上角有一个配套叫 习近平会见南非总统 然后下面一个图像 一个报道 其他十个整齐排列的扑克牌 习近平会见 什么安格拉总统 习近平会见 赛利加尔总统 习近平会见 纳米比亚总统 习近平会见 埃斯扼比亚 毛里丘斯等等 最后习近平会见 联合国秘书长 整整齐齐排下来 整个人民日报的整个版面 这个纸子的第一版 就像扑克牌一样 全部的开头都是习近平会见 这五个字开始 然后总共出现了12个习近平会见 从上到下 从左之右 这个人民日报 可以创下了史上罕见的一个奇观 当你拿到这份人民日报 你以为的是排掉一些扑克牌 以为是进了赌场 以为是扑克牌在那个上面 或者是以为是那个当时 2003年美军攻打伊拉克的时候 用扑克牌的通缉 这个沙当姆等这些领导人 通缉扑克牌通缉 54章 对应了沙当姆政权的54个高官 所以人民日报这个做法是典型的高级黑 是经典的 如果说是恶搞 是经典的高级黑 经典的恶搞 是正宗的高级黑 绝对的高级黑 因为这个报纸的效果是什么 效果就是非常滑稽荒谬 比如这个报纸送到了政治老人手上 比如说温家宝 胡锦涛 朱镕基 江泽民 这些政治老人 退休的政治元老 他们家里都有人民日报 拿到一看是什么感觉 毛泽东实在没有这样做 邓小平实在没有这么干 今天习近平实在居然这么干 扑克牌台内的习近平名字 从头到脚 我想他们可能气得把报纸给扔了 甚至把报纸给撕了 报纸给烧了 叫这个厨师专门来来去做饭 烧掉 可能会气成那个样子 如果这个报纸送到这些政治局常委 政治局委员 中央委员 这些习近平的同僚手上什么改变 可以说他们气得恐怕说不出话来 这个妒忌 不满 这个心理酸 甚至是愤怒 都可能在心里无谓杂成 翻滚 但是不一定表露得出来 可能只有这个气得说不出话来 不知道多少人会气病 这些高官 整个就是习近平 你习近平去吧 习近平主持 习近平讲话 习近平会见 习近平相片 铺天盖地 扑克牌全给你占完了 然后这个报纸放到地方上 这个省部级 以至于更小的这些官员党员头上 他们怎么办 肯定是头版一帆而过 根本看都不看头版 马上去直接就去第二版第三版 这种人民日报到了普通老百姓手上是什么 老百姓那就从此不干头版了 没有必要要看了 倒过来翻报纸 先看娱乐版 看点花边新闻八卦新闻 再看看国际新闻吧 可能稍微了解一下世界 倒过来翻报纸 第一版成了垃圾版 没人看垃圾版 从此之后人民日报垃圾版 说人民日报的编导有意制造垃圾版 把头版变为垃圾版 没人看的版 肯定是这样 因为你千篇欲的都是那个东西 谁看呢 连那些标题也一样 内容也一样 从头自尾的 连文革时代报纸都不如 连北朝鲜的报纸可能都比不上 到了这么一个程度 所以这个人民日报的编导绝对不是 无心而为 如果说是一般的编辑 责任编辑这么干的 这不太可能 因为人民日报要层层把关 一直到这个主编 总编去这个中省 如果是人民日报的总编辑 受益这么干的 那绝对是高级黑 如果是主管宣传和意识形态的 王沪宁亲自拍板这么干的 那就更是高级黑 这是经典的高级黑 绝对的高级黑 正宗的高级黑 因为这种排版 人民日报的这个头版 这个排列法 只会对习近平不利 只会让全国人民反感 让全体的官员和党员反感 最终表面上恶搞了人民 恶搞了这些党员官员的视觉 实际上是恶搞了习近平 如果习近平的这个 我不说他文化不高 如果是智商没有高到一定程度 不能上台面的话 恐怕无法识别这样的高级黑 如果他还有起码的智商 我想他恐怕自己都感觉到 这相当不妥 大为不妙 高级黑 经典的高级黑 正宗的高级黑 这史无前例的高级黑 这是人民日报 所以把人民日报这幅图像 跟新华社的 不 跟中央电视台的 这么开学第一天 这个结合起来 就会看出这两大媒体都在造反 以另一种形式造反 以一种正话反说 反话正说 以一种高级黑的手段在造反 刚刚七八月经历了政争 习近平出来开了个宣传工作会议 提到对宣传手法要怎么变心 但是最后 这些宣传干部就是这样的宣传手法 可以说用这样的手法 表达了他们的不满 对现状的不满 对习近平个人崇拜 违反党章这种手段的不满 是一种无声的抗议 说实际上 这个人民日报和中央电视的做法 值得喝采 说到这个中非合作论坛会 这个开幕了 开幕了又出现一些插曲 中共制造一个万邦来潮的景象 非之国家领导人祭祭一堂 然后习近平主持会议 习近平这个发表组织演讲 之前还有记者会 但是却发生了一些 一些这个插曲 其中一个插曲就是 中共总想把记者会搞得 规规矩矩冠冕堂皇 规定好记者规定好媒体 规定好提问 结果就在外交部发言人 举行的这个记者会上 多数安排中国的媒体 中国的记者发问 安排好的问题都安排好 结果给非洲记者的提问 非洲媒体只有一个 就轮到这个非洲媒体提问了 喀麦隆的什么先锋报 还是叫什么 喀麦隆的 这个喀麦隆的记者提问 提出来之后 这个中共的这个外交部发言人 这个发言人 当场就非常狼狈 这个喀麦隆这个记者问 说中国在非洲的投资 给当地环境带来的危害和污染 另外在非洲投资的项目 多数都是聘请的中国工人 聘请当地的工人很少 怎么解释这个现象 结果中共的发言人士 脸上掰了一阵子 然后假装这个拿出一些数据来 读说这样的事情会越来越少 我们正在加强环境保护 又是这个聘请中国工人会越来越少 聘请当地的工人越来越多 做了一些冠冕堂皇的表述 但是从狼狈之状 这是可以说是 这个让大家都看在眼里 好不容易安排了一个所谓冠冕堂皇 按部就班的 归归整整的 这个就像演戏一样的节目 结果呢 被非洲这么一个记者一提问 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不小的骚动 人们曾窃窃失语 说中共幻想以为自己在国内 把什么都安排好 表演好 导演好 还想把国际上的人来配合表演 所以一下就穿了一个帮 结果更穿帮的是什么呢 中共这次举行中非合作论坛峰会前 还去做一些思想工作 中共的一些官员或者大使 跟非洲的一些领导人联系 比如说驻各国的大使 跟非洲领导人联系 要求他们怎么讲话 说讲一些中非有意的话 讲一些非洲支持中国的话 支持中国立场的话 在国际上 结果呢 就有人碰 吃了闭门根 碰了个硬 不是软钉子 是硬钉子 比如说纳米比亚 这次人民日报头版也说了 习近平会叫纳米比亚总统 戈根布 结果中国驻纳米比亚大使 张一鸣 那个名字叫张一鸣 就见纳米比亚的总统戈根布 就当面提出 希望纳米比亚的总统戈根布 在这个中非合作论坛 峰会上发言 表态了支持中国 表态支持中国 支持中国的立场 做这些讲话 结果纳米比亚的总统戈根布 当场就训斥了台统 回击回去 说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演讲稿 撰写人 你们用不住来支持画角 你们用不住来告诉我们要讲什么 用不住来告诉我们要做什么 我们不是你们的玩偶 最后一句话质地有声 我们不是你们的玩偶 当场就把这个中国驻纳米比亚大使 顶得灰溜溜狼狈不堪 这个脸色苍白 说这个这是这个纳米比亚总统 表现出来的一个骨气 可以说这还是报道出来的 没有报道出来的恐怕更有 说所谓的中非友谊 中非合作 里面有很多不和谐的事情 这个不和谐的是中共自己制造的 企图在国内搞一党专政 搞一人专政 还想到非洲去搞一党专政 一人专制 想把这个中国这个拉回的地址 还想在要非洲来承认这个地址 结果遭到了这个纳米比亚总统 当面的声赐 然后还有这些记者的提问 所以一下就露了线 穿了帮中非合作 究竟怎么回事 露了线穿了帮 那么这次习近平在9月3号 这个主旨会议上讲了很多话 实际上他的话大家都记不住 讲了很多大话 套话 空话 记不住 但是呢 这个大家只记住了一句话 记住了一个数字 他在这个会上宣布 在已经大量投资非洲的基础之上 大量的一带一路项目就知道 他宣布 马上要 这个向非洲援助600亿美元 就这个数字记住了 600亿美元 说其中一些是援助 无偿的援助 其中一些是融资 就是贷款 所以要给非洲建设一些什么项目 八大项目 八大项目 600亿美元 说到这个 恐怕就这么一个数字 能够激起一点掌声 那么怎么用呢 其实在非洲的怨声债道的时候 除了对环境 劳工权益 这些保障的怨声债道 非洲国家对中国的一个 新殖民主义的怨声债道 其中这些就是债务 现在非洲国家 因为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 因为中国的所谓非洲政策 已经成为负债累累的国家 陷入债务危机 比如说埃斯沃比亚 他的债务 外债高达国民生产总值 GDP的59% 那么急不提更严重 急不提高达85% 高达GDP的85% 这种外债 都是因为中共的 一带一路项目造成的 因为一带一路项目 一个中共是援助 再一个就是贷款 然后这个利息很高 说是高利贷 然后这个条件很苛刻 而且要求中方的收益 占90%等等 在不同地方 不同项目上 很多项目被拒了 赞比亚 安哥拉 杂德 都在拒绝一些项目 那么这次 所以在这样的原生战斗下 习近平宣布追加600亿援助 当场宣布 作为一个见面礼 作为这次中非合作论坛峰会的一个见面礼 当场宣布600亿 这600亿美元 折合人民币 大概近4000亿人民币 中国人民多想 这笔钱用在自己身上 尤其中国的家长 尤其湖南省 雷阳市的 雷阳市的这些家长 他们的孩子 被拒绝于公立学校之外 要去上昂贵的私立学校 还进有毒的教室 住有毒的宿舍 如果这个600亿美元 4000亿人民币 完全可以解决他们的问题 解决无数家长的问题 学生上学来 教育来的问题 但是他们指望不上 因为他们没有权力 被拨夺了发言权 被拨夺了投票权 手上没有选票 也没有什么公听会 他不像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 要有关公共利益的项目 都有公听会 公众听证会 取得公听会的一致意见 结果政府在平衡决策 中国没有公听会 这个钱怎么用 人民的血汗钱怎么用 这4000亿党是人民的血汗钱 600亿美金 是中国人民的血汗钱 怎么用 用到哪里 用多少 有一个党说了算 有一个人说了算 中国人民没有发言权 所以中国人民 这个只能自己去 这个思考或者奋斗 什么时候有这样的发言权 什么时候能支配自己的血汗钱 支配自己的财富 支配整个国家的财富 什么时候才能当家做主 就中国人什么时候才能当家做主 这都是留个中国人民 在新世纪的思考和奋斗 好 我今天就暂时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